乐哥现在可以施肥吗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 问这个问题的大哥呢 特别多 天天中午我用小号开了一会直播 也有一个大哥在直播间问过我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三福天了 可以说是一年之中 最恶的这个时段已经开始来了 我们这个植物呢 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也是长得最快的一个时候了 吃当合理的给它补充这个肥料 可以让我们这个植物盆紧 长得更好 但是在这么热的时候 施肥呢 也是要注意一些小问题的 第一个 我们在施肥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那种气温 不是那么高的时段 避开那种高温的时段 比如一天下来 我们要选择早上或者是傍晚 太阳下山了 这样再连锁了 再给它施肥 不要在大中午太阳特别晒的时候 来进行一个施肥 第二个就是施肥这个链呢 一定一定要掌握好 如果你实在是掌握不好这个链 你宁愿就是不放不施肥 或者说是每一次放的链呢 尽量的少 做到一个薄肥勤施 凝少物多 做到这两点 第三呢 就是我们施肥的时候啊 一定要稍微远离它的这个根部 还有这个树头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会用到一些有机肥 像那什么花生肤 泡水的那种有机肥 现在也很多人会搞那种小动作 如果搞那种肥的话 一定要等到它完全浮熟透了 才能用 如果没有浮熟透的 把它撕到那个土里面 它在土里面进行一个发酵的话 这样就很容易会伤到我们这个植物了 这样才能确保我们这个植物这个盆景呢 在这个夏天呢 它既能长得更快 又能更健康 更安全的度过这个夏天 好了 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洛哥 如果大家在养盆景 种下山庄的时候 遇到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期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